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我想讲香港要港大的内斗闹剧 和4个美国教师在中国吉林被人用刀统伤这件事 美国教师在吉林被人统伤这件事 今天欧美媒体亚洲版头条新闻 主流媒体全部有报道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言归正传 先讲香港要港大 大家应该还记得 去年10月港大爆出丑闻 这个得到党信任的港大校长张祥涉嫌贪腐 校委会说要查他 但我当日出片说 党找得张祥、找得祥仔入港大 背后一定有帮有力人士照着他 而祥仔也同时要照顾有力人士的利益 例如有力人士如果有亲朋戚友 想入香港要读书或打工 祥仔一定会做得好好看看 所以港大校委会想移动祥仔 就没那么容易 我当日出片说 这件事必定桌底拆备 西环可能介入 于是事件不了了之 结果我的推算正确 张祥涉嫌贪腐的事件不声不声就下话了 谁知道港大丑闻原来多得停不了 今年5月底刚刚又有过瘾事件 爆出港大的内斗 港大的世界排名刚刚跌了五位 跌到世界排名第26 但HKU的丑闻和内斗相信 应该世界排名就排得很高 应该前十名都没什么走鸡 这些不是东升西降游志及兴 HKU威了 这回合港大内斗又是怎样的呢? 是这样的 5月28日港大校委会通过了任命多名暂任副校长 其中任永华会接替王于占做首席副校长 即是黄于占变相被降职 另外再设多两个副校长的职位 分别由医学院院长刘泽星 和经管学院院长蔡鸿斌出任 其他那班人的人名我这里不多说了 相信网友未必有兴趣 港大校委会一公布这件事 搞笑的事马上发生 港大校长长仔他就说事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长仔说开会时才知道有这个决定 他就表示震惊 也不同意这些任命的 长仔就说一般来说任命副校长 应该是全球轮选的 再由校长向校委会提出建议 然后给校委会讨论和决定 现在就变成校委会突然间决定通过了 之后先通知校长 这个情况在港大从来未发生过 各位不过根据香港的大学条例 和港大的规程 副校长是由校委会决定和任命的 即是怎样呢 即是港大校委会是有这个权力的 真是不需要校长同意的 既然不需要校长同意 也就是不一定要事前通知校长的 可以说今次校委会成功突杂张祥 可能张祥要顾着想他大陆那些老板 他可能可能 竟然猛成成连这件事也收不到封 又或者港大的教职员也不妥长仔 不妥他很久了 所以大家心领神会很有默契地瞒着长仔 不过显然事实也不是这样 长仔事前应该是知道的 其实关于副校长的任命都玩了很久了 这件事玩了很久了 话就说全球轮选 根本就是长仔想在朋友圈里选人 在朋友圈里轮选 任何资历正常的学者都知道 现在如果没有人事关系 你想去港大做副校长想入管理层 你真的别玩了 但是这样啊 长仔虽然是校长 但他也不能太离谱 他不可以找那些帮他提供脚底按摩 那些女技师入港大做副校长的 校委会一定不会接受的 说到尾 长仔也要找一些似仰少少的人 才可以去港大做副校长的 而长仔手头上哪有这些人啊 他见得人的自己有实在也不是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长仔自己也没有什么学术成就 也不是学者来的 他根本只是一个懂得拆鞋上位 得到党信任的党员而已 他的朋友圈里恐怕都是那些饮饮食食的权贵 勉强像一个做副校长的人 相信也挺能找到 于是长仔便使出拖字缺了 总之搞足你几年 就是搞不出几个副校长 大家看看吧 张长在2018年7月上任做港大校长 六年之间港大有八个副校长来职的 其中五个自动辞职 2020年两个大陆的清华大学所谓学者 新作军和关彭成为港大副校长 这些是什么人大家想到呢 但当日校委会已经大力反对了 不过当时最后都是被长仔斗赢了 于是今次港大校委会就突袭长仔了 其实长仔事前是知道的 第一校委会开会之前是有议程的嘛 以前是写得很清楚的 说会讨论副校长长期元空的问题 而长仔出席会议 又带上反对的法律文件去开会的 律师也问过了 可见事前长仔是知道的 只不过长仔这种人是惯性说谎 又或者他所指的事前 是校委会策划这次突袭的时候 他未知而已 所以就算是事前毫不知情 不过无论如何 港大校委会是夹起来的了 是要移动长仔的了 也不止校委会还有公开信指出 说张翔上任以来 完全没有一个完整的管理团队 管治问题频频发生 所以在别无选择之下作出集体决定 说到这样 即是直接批评长仔无能 如果长仔这么废话 他就不适合做HKU校长了 不如考虑一下 找曾志偉做这个位 真校长也行 谭校长就一定不行了 真校长也行 然后再加上何伯和何太做副校长 HKU港大肯定再次扬威国际了 这个校委会又指出黄于占71岁 一个人身兼三职 做了五年半 这样一个人兼几个职位 我当你真是有足够的工作能力 都发挥不了互相制衡的功能 简单说 申请钱的是你 批钱的也是你 监督的钱怎么用的也是你 即是你一个人玩了 而长仔正正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没有制衡 那某一些人才能赚到好处 校委会指出 张翔是有提名过几个副校长的人选 但是校委会认为那些人缺乏经验 所以不接受 校委会又批评张翔管理HKU 有很多不符合规程 不符合常规的现象 例如他上任之后 只是出席过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 这个校委会真是傻的 校委会这些阿哥姐你们看 学术这些东西 长仔懂毛吗 他也不是学术的人 他去开会就只欠眼睡 财务会议 长仔只是三分一有出席 大佬 长仔这么多老板要去哄 哪有时间开这些财委会 另外 长仔扩充校长办公室的人手编制 又拒绝向人力资源委员会解释 大家又想想 上面这么多老板 经常说这个亲戚的亲戚想入港大做事 长仔唯有扩充校长办公室的人手编制才可以搞定 不是这样的 OK 校委会有这些指控 长仔当然敢于斗争 一于反驳 可惜他没有找邓兵强帮他反驳 长仔说 如果他事前知道副校长任命是匪夷所思的说法 与事实完全不符 长仔你这么说也没有力量 你应该加上无忠心有恶意抹黑 坚决反对严正交涉才可以 长仔又说 校委会主席王佩思 从来都没有就副校长任命征讯过他意见 开会前一晚才发文件出来 而文件也没有提及副校长人选的身份 到开会那一刻他才知道校委会任命哪些人做副校长 他又说他一直努力填补副校长的空缺 一直有提名人选的 只是王佩思一直拖延 至于说他管治混乱做事不符合程序 长仔说他有定期向校委会回报工作 这个好笑 你有定期回报不代表管治没有混乱 你管治可以很混乱很混乱都可以 你写份报告写得好就行了 你给点钱我我写这些报告很厉害的 我随时可以把乱到不堪的机构写到整整有条 写而已有多难呢 长仔你这些话都说得出口 你有没有老的 长仔又说校委会曾经在六十日内 向他发出二十封信 全部要他短时间内解释 他就质疑说王佩思对他 是揭施底里的猎毛式压迫 你只是说师姐他傻 只是说师姐逼害他 那你现在是不是说师姐向你长仔施暴呢 他又说王佩思涉嫌 将港大内部的机密文件向传媒洩露的 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恶意抹黑 说到这样 那会不会是外国势力有参与呢 这班校委会的委员有多少个是外国读过书的呢 他们的子女有多少身在外国呢 有没有跟外国势力勾结呢 这一点很重要 不是啦不是啦 长仔你也是跟西环那边说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用二十三条对付港大校委会 这一班二次间谍的组织了 这宗港大内斗玩了几天了 一班忠诚废物就出声啦 就说香港要家丑不出外传 你不要传出来啦 这个石礼谦就说 校委会玩残了长仔和玩残黄于占 就说校委会违反程序公义 不过这样啊 西环的硬公公刚刚刚说完 他说47人案最重要是判决结果 令国家满意令人民觉得公义 程序公义就不重要的 你这石礼谦现在按out的 现在还讲程序公义 香港现在不讲这些东西的了 另外一班忠诚废物就说 港大这样公开内斗 会影响港大八年基业的影响港大的招牌 就叫超公公要出句声介入事件 超公公开头就说大学是自主的 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其实说真的 超公公大学的东西他又懂条毛吗 他也不知道应该帮哪个阵营的 不过这样终于去到6月11日 超公公就说了 见过黄佩斯和长仔 就劝过这两个人互相配合 就是了 有些东西不配合搞不了的 师姐和长仔你们要配合的 超公公就说大学是大家的 不是属于校长的 不是属于校委会任何委员的 港大是属于香港的 这些废话说得出来的 超公公又说了 有什么协调一下 溝通一下 配合一下就行了 那就没问题 没问题了 说真的 这样的家长式劝说 还是出自一个公公的口 以师姐的水平 就是你都傻了 事后 师姐好串地说 他对公公所说的 没有回应 没有补充 而之前 师姐就说 他和长仔没有私人恩怨 各位说得这些什么 没有私人恩怨 就是他很不妥对方 大家一听没有私人恩怨 就明白什么意思 而长仔他也没有回香港 空于校长室 记者又访问不到他 总结这场内斗闹剧 长仔管理港大 绝对绝对不够班 这一点是肯定的 学术上能力上 港大校委会的那群委员 根本就看你长仔不起 以师姐的地位 他在亲中阵营不是二打六 你们看看他老公是谁 他真的不用怕你长仔这条小子 而长仔以为有党的加持 他就可以乱来也行 他就不知道你不先收复校委会 你无可能在港大为所欲为 其实长仔你作为一个党员 你应该明白 不打倒整个旧有制度 你就很难完全控制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机构 所以中共在香港实行全面管治 都要先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完善香港的司法制度 你若长仔也完善不了港大校委会 那又怎样可以全面管治港大呢? 所以简单说 这件事只有一个出路 就是长仔找西环出手 一不做二不休 完善了港大校委会 DQ几个委员 以后港大可以继续加仇 但是家丑了就不会外传了 就什么都碰了 但是似乎长仔的人物关系 未去到这个水平 上次西环帮手 可能也不多情愿了 今次如果再出手的话 真是有难处的 讲到尾 讲大这些小小东西 根本没有什么游水 找不到真银的 西环也不想多介入 而长仔想扣校委会母子 又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师姐也不是流产 这个长仔2018年才来香港 哪有那么容易斗赢师姐呢? 大家看看 如果是习近平派他的梳堂表哥 梳堂侄子 梳堂契仔来HKU做校长 有皇帝亲戚的血统 我看你们港大校委会 够不够胆玩东西 所有管治问题马上变成管治优点 第二单新闻是国际事件 这件事几乎所有欧美主流媒体都有报道 还是亚洲版头条 6月10号 4个美国教师在中国吉林一个公园参观时 被人用刀吉伤 暂时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这4个人是康内尔大学的教师 其中一个伤者也是爱荷华州州议员的家人 康内尔大学表示已经联络了伤者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康内尔大学校长布兰德向该校学生 发了份声明 形容这次事件是 恶意事故 受伤教师伤势严重 今次4个美国教师去吉林 是与吉林的北华大学有一项长期合作计划的 这项计划就由2018年开始 北华大学就资助这些美国教师去中国大陆生活 并且教下北华大学的学生电脑 数学和物理 有没有顺便给一些机会 中共统战一下这一点 不知道 大家猜猜 今次伤者之中 其中一个是爱荷华州众议员 扎布立的兄弟 扎布立说他的兄弟 6月10日和其他三个人去参观一个寺庙 之后经过一个公园 就被一个男人用刀襲击 四个人都同时受伤 他的兄弟现在还未出院 几名爱荷华州的州议员都说 今次是一宗悲剧 希望尽快将伤者运回美国 这件事大陆媒体原本有流传 还有相片影片 相片所见 伤者流的血也很多 之后相关的影片和相片和消息 全部被删除 我相信不想小粉红恨灾乐祸 激发中美民间的对立情绪 我看过影片的几名伤者 被人捅到周身血 但没有大陆人敢过去帮他们 这一点其实我理解的 真是如果你过去帮忙 随时自己惹麻烦 总之在大陆这个国家 会将人类的同情心彻底消除 不过大陆网上也有人暗示 唯一的中共长期鼓动 受害情绪 鼓吹民族主义 不断加强大陆人的受害者心态 总之全世界都是无中身有抹黑中国 打压中国 伤害中国人的 官方日日宣传 说外国势力亡 我滋生不死 外国洋人 个个都是间谍 于是就偶然打造出 几个身质义和团 发挥身质的复仇力 这一点也不奇怪 这个身质义和团 都是为了国家安全 所以就出手了 所谓扶清灭扬 没问题 大家还记得早前中共说增加中美民间交流 又说未来会邀请五万名美国年轻人去大陆交流 但美国就向国民发出三级旅游警告 敦促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 今次一个身质义和团出手 扶清烈扬 这件事在西方媒体就疯传的 西方世界疯传知道了 由欧洲去到美国 由法国世界报 去到美国纽约时报 全部有详细报道 我可以这么说 你和洋人鬼佬 讲中国产能过剩 中共通过了很多反间谍法的 所以如非必要不要去大陆 我敢说 九成鬼佬洋人不知你说什么 亦没兴趣知 但是现在四个洋人在公园 被大陆的身质义和团堆毁了 这样的洋人就害怕了 真是害怕 这些洋人一定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一件这样的袭击 威力大过100条CNN的中国新闻 你现在叫美国人去大陆旅行吗? 你说大陆很安全的 没问题的 我想美国人现在一彩你都傻了 我经常都说的 坚有坚书 人算不如天算 永远最预防不了 最普通的事件是可以逆转一个局势 中共长期利用仇爱 企图团结大陆人 希望大陆人听党的指挥 有什么事永远责任存在美方 现在又说想和美国修好 又说推动中美民间交流 但是大陆14亿韭菜有很多受爱受到上脑了 见到洋人在说英文已经火遮眼了 那就发挥新质义和团的威力了 怎料搞出今次欧美风传的大新闻 这个姓吹的兇徒 今次真是傻傻傻 破坏了主席中美收好的大计 而最好笑的是 那些外国势力的媒体还翻旧账 就报道中国近期发生 数之不尽的池刀商人事件 又说中国号称 暴力犯罪最低国家 而事实上未必是这样 另一样更好笑的是 习近平早前访美 特别去爱荷华州 一个他曾经寄宿的家庭 专程探访 就以为这样可以推动中美民间收好 怎料今次这么巧 被新质义和团堆倒闹的 就是爱荷华州的美国人 大家说是不是很讽刺 是不是有些黑色幽默呢 我想以后想去大陆的外国洋人 最好先跟五蕴龙学习 大家知道五蕴龙在电影《九龙城寨》里面 就做大反派 角色叫做黄狗 黄狗就练金钟罩铁布衫 那些洋人鬼佬如果练了金钟罩铁布衫 将来到大陆就不怕走走走 让吉林的信一统一刀了 是不是 来到这里的这句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面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得到Patreon的 Patreon的连结也在这条片下面 好希望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拜拜